埔里政运羽球比赛 之前在埔里政大成国中举办 埔里渔委会主委黄国玉 感谢埔里政公所大力的支持埔里羽球运动 也希望透过比赛交流提升埔里的羽球运动风气 感谢我们这一次第68届政运 我们廖政长全力支持我们羽球的发展 在这一段疫情期间 因为也很久没比赛了 政长为了鼓励我们小朋友 大家都可以提升这个羽球的风气 先议员林芳宇表示 羽球运动在埔里非常的兴盛 在埔里各个角落都有许多人在练习 希望这样好的运动也能够来推广 让证明透过羽球运动身体更健康 羽球的运动在埔里政可以说是相当的兴盛 不管是小孩也好成人也好 在埔里政的各个角落 有私人的俱乐部 有羽球的团体 每天早晚都有在做羽球的训练 不是为了应付比赛 纯粹是为了兴趣 可以当成一个健身的运动项目 相当的值得推广 县议员陈宇军表示 以台湾人的提醒 羽球运动可说是非常适合台湾人来发展 也希望未来可以在国中小学 以社团的方式来推广 慢慢的培育更多优秀的羽球人才 那对于我们台湾人来说很适合我们的体材 因为即便是娇小你只要运动的神经很好 也可以有非常好的成绩 那未来我们很希望这样子的活动 可以在各个国小国中 透过这个社团的方式来推广 然后也慢慢能够培育一些 对这个羽球很有兴趣的孩子们 搞不好埔里未来就会产生一个带资营哦 县议员王彩云表示 埔里镇有许多国小都有羽球社团 参加县内比赛也都获得好的成绩 也希望未来在埔里镇中学的部分 能够陆续来持续发展羽球社团 让有兴趣的孩子们升学后 可以继续的来练习 培育更多优秀的人才 有机会为南投县争取更多的荣誉 我们成立一个羽球的班级 让所有喜爱羽球的选手不要流失掉 继续的去学习 继续的为我们南投来争光 未来我们南投可能参加全国一定是得名的 所以希望羽球能保持下去 让我们在羽球推广上 不管怎样要多加的来参加比赛 让学生有比赛的一个经验 副医长潘一全肯定公所办理68届阵运 推广普里镇的运动风气用心 也期许未来针对阵内羽球运动 能够由国小国中到高中持续的来培养 让普里镇爱好羽球的孩子们 透过持续新的学习 有机会也能够为南投县争取荣誉 记者陈唯一普里镇采访报道